2018的娱乐圈注定是不安分了,当然了好像从来没有安分过,开年卓伟大佬曝光的李小璐出轨事件未评,他又一次为我们揭开了娱乐圈十大遗案之一的蓝结英事件。 在卓伟微博小号上曝光了当年蓝结英,亲属自己被香港大佬侵犯的微笑音视频,视频中蓝结英指控当年侵犯自己的,除了一名已故香港演员邓光荣,另一名就是著名演员曾志伟。 蓝结英说当时他们在新加坡拍戏,曾志伟喊他去探班。他就抱住去玩一趟的心理过去了,然后在出租屋中被曾志伟侵犯了。 而当时曾志伟也确实是在跟邓翠文就在新加坡拍摄的《心语心愿》。 事情已经爆出,曾志伟方面表示否认曾经侵犯过蓝结英并且立即发表了声明。 但是在微博上很多网友都表示对这种声明的不屑并且纷纷为拦截英声讨。 曾志伟一生的老好人的形象记 曾志伟的声明发表后,就有香港模特娇母出来爆料,曾志伟不止一次性亲与艺人,曾经多次对自己手下的模特进行骚扰。 谭校长首先出来立正表示曾志伟不是这样的人,他说曾志伟跟蓝结英是非常好的朋友,这是圈内人都知道的事情,打电话给曾志伟的时候,曾志伟还在笑,那肯定就是没问题的。 近日曾志伟的好朋友,著名导演朱延平也站出来为他发声。 朱延平表示,曾志伟的事,只有六个字,打死我都不信。 更有周杰伦在近期的活动中面对媒体的提问时,他先是表示没听说,在访问结束下台,听完工作人员解释后,他忍不住说,志伟割矮,怎么可能。 周杰伦和曾志伟合作过很多次了,功夫灌篮,四零及天台的,而且私下他们两个人的关系也不错。 曾志伟的女儿曾宝仪也公开表示相信自己的父亲。 近日他公开发声,我绝对谴责任何刑事性侵害和性骚扰,但是任何不实指控和诽谤也绝不姑息。 不过具体事情是怎么样,过去了那么就也真的很难考证了,据悉卓尾石锤视频貌似有声音的啊,十几年前的是女生,现在曝光的是男生。 不过不管怎么样,蓝结英这一代绝艳落得这么一个下场真的太让人惋惜,作为TVB最被看好的花旦,刚出道就被称之为竞绝舞台山。 当初的他的演技和颜值,就算是现在的娱乐圈又有几个人能比上,放一波蓝姑的美图。 从香港娱乐圈的竞绝舞台山到后来靠领补助维生,一代女神沦落至此,太让人惋惜,心疼蓝姑。